像那个网路上的成语好了 你搜寻一下成语的资料库 有没有 不过他们都会是一个test file 像这样的test file 那像这样的test file 假设我们不要做太多 我们就是就两个栏位好了 成语跟解释 假如人家要查成语好了 然后你就给他显示出解释 或者例句的话 那如果这个像这个app 你们可以 我最近有玩 玩了一个什么成语的那个 有没有 那个app 这很简单的一个图 他告诉你 问你说 这个是什么成语吗 你可以过关吗 蛮多人在玩那个的 而且其实还不算太困难 类似像这样 你要有个来源 当然你也可以利用这个 来做一个什么玩游戏 有没有 你给他三个字 让他猜 第四个字应该是哪个字 可以让他选的 可以一直过关 他美工要做好一点 对不对 就是一个游戏了 或者是说 很多其实教育上要用的太多了 各式各样的资料库都会 但是目前app上面 太缺乏了 要有人去做 可是呢 这要怎么转换成 这个app 成语的app OK 请你们可以去找找看 有没有成语的app OK 那这个地方呢 第一个你的资料 可以转换 转换的格式 就可以把它转档 那至于转档 我想各位可以用word转一转 那我这边是已经转好了 我就把它放在这里 把它 其实不会花太多时间 那就把它贴成 我就做两个栏位 一个栏位是那个 乘语 一个是解释 那做出来就类似像这样 一个是prob就是乘语 有里面item 大概1000多笔 然后这边是train 是解释 做出来类似像这样 其实我也是用word转 取代一下就好了 取代前后加item就好了 所以我取代的方法 就是下载之后 其实我有把这个乘语放上去 你们可以利用那个什么的 转换一下就好了 因为它本来是四个栏位 然后你要转成资料库的话 反正变表格就可以了 所以word很好用 以前我还写过word vba 可以处理很多东西 因为本来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资料库 你要把它变资料库怎么办 有些有有些有三栏 有四栏有五栏的 格式不正确 我要先把它做前置处理 在word里面也可以写vba 也可以先把它处理 不过这个不用 这个你只要怎么样 用word里面插入里面的表格 里面的文字转表格 我不知道各位有用过这个 然后呢几栏呢 因为是一二三四栏 包括一个空白栏 然后段落 按确定 那就可以把它转出来 转完之后 有没有 你就把这一栏 把它复制之后 再 就是你先处理那个乘语 比如这一栏的质量 Ctrl C 一下 这一栏把它复制一下 开一个新的档案之后的话 你把它贴上去 贴上去再处理什么呢 取代一下就好了 比如说我前后要加item 那那个item要怎么做 其实贴上的时候 记得把表格拿掉 然后再Ctrl加H 取代 取代成什么呢 因为我的规则是这样 一个段落 然后后面要加什么 一个段落前面是一个斜线item 后面是一个item 那你把它全部取代 它就会是你要的格式了 OK 那就一千多笔 其实一万笔两万笔都没问题 一下就取代完 取代完之后 再看一下应该会有多的 或者是多余的就把它删掉 然后应该最前面那个可能会少一个 你就把它补一下就好 一刀两段 这个可能有漏掉 你再把它格式修一下 好 那这个地方再加item Ctrl C 一下 这样的话很快的一个栏位两个栏位 诶 资料不就都OK了 对啊 做完之后你再把它贴到那个你的这个Stream里面 成语解释都有了 对不对 这样不就可以载入了吗 对不对 那你当它载入的时候呢 也是一样嘛 修改了 我想就是套那公式嘛 对不对 就是几个栏位 我大概就是改了名称 然后array的名称 我不是用那个go 我是换一个名称 就换这两个名称 那一样把它载进来 不过呢 它载入的时间会稍微久一点点 最后的话呢 载入就可以看到了 有没有 而且你点下去 它一样可以跳出来 上面的名称 只是我没改了 我没改 其实理论上应该是 可以再做很多的其他用途 反正资料已经进来了 那你要看后面你要怎么变 都是看各位 不过载入时间会慢一点点 因为它有1000多笔 因为它这个大概我算一下 大概可能要载个10秒钟 模拟器比较慢 可是手机应该比较快 可是如果你有大量资料的话 一般我们做法上 我先载前100笔可不可以 可以啊 我后面慢慢在等它 全部载完它有空的时候 我再慢慢载嘛 先不要让user觉得 好像在等待 有一些做法啦 可以再做 那最后的话你可以查询 比如说不是编号查询 关键字查询 比如说它今天打一个什么 打一个1好了 它能不能查出来 按查询 不过我是还没写 那要怎么写 各位可以想想看 这个只能编号 如果说你这边 假设给它写个中文 它要查什么 关键字查询 比如说它查 假如12生肖好了 比如说12生肖哪一个生肖的关键字出现的乘语最多 好 龙吗 我也不知道啦 反正我随便乱 比如说有这个问题好了 类似 那请问 请作答 OK 当然你就可以去查查看不就好了 OK 所以 这个只是一个sample 那网路上太多这种data 那data你要把它变成人家很方便使用 这个就是各位增值的空间 本来不值钱的东西 网路上一大堆 那你要怎么样把它变成有价值的东西 这个就是各位来学这个课程 应该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你要去把它做出来 那所以呢 我们要怎么查询 其实如果你不知道也没关系 只要把它拼出来就好了 比如说我今天 要做练习 比如说要查询 外用 外用资源查询 其实你可以用like 那like的话 你可以在前后加单引号 然后再加上什么 这边 记得也是一样的 加百分比 也就是说你在包字 应该如果学过资料库同学都知道 前后再加一个百分比 like那个 有没有 你打个1 然后你那个editase里面 它输入1 对不对 那你把那个1 放到这个里面去 它查出来的 就会是1 那你再把它get回来 放到listview里面 不就只有1的成语会出来了吗 对不对 应该懂我在讲什么吧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有时间 因为这还要做 我已经 大概已经点到为止 做这个应该不困难吧 OK 所以你只要怎么样 在这边上面 把这个edit 改成什么 关键字 或者叫成语关键字 然后按个查询 对不对 它打上去 就可以查出来了 这样不是很好玩的一个东西吗 啊 任何 我想你们再去找一些 网路上太多东西 我之前 为了上资料库的课 我也搜捷了一大个资料库 的test file 然后呢 就把它拿来 诶就可以 而且这个sample 我以前 教很多课都用到 像ASP也用到 VBDANETS也用到 VBA也用到 VBA也用到 VBA里面也可以查 反正让它很快可以查出资料 那现在因为 环境改变了 大家需求 不再要被绑在PC上面 所以你要能够让它 不绑住在PC上 你要做一些东西出来 所以 以前有的那些查询系统 其实大家也都很需要 你可不可以帮我改成在 那个手机上 尤其有一块 金融业 我看 常常问我 股市上 相关的资料 怎么去网路上抓下来 然后可以秀 他们现在也顶多是秀在 那个 Excel VBA里 Excel 不过Excel 还是被绑住了 那有一些人 也常问我说 可不可以把它秀在 手机上面 因为它可以随时去去去去去 check 而且甚至国外的股市资料 如果你可以把人家做这些东西 通通都秀在这上面的话 哇 那个其实 应该还蛮有价值的 所以这部分各位可以去思考一下 OK 那把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那这里的话 如果你们有兴趣 因为这个还是要花一点时间 我已经把那个成语的 test file在这里 还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玩玩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